還記得我們的約定嗎 2021開工直播 很多的企劃裡面有一個企劃 叫做 實習電視台工作人員 今天GOOD TV有一位新人要報到 我們來看看這位新人是誰 還有 我在電梯沒有什麼脫褲子 我們在好消息的節目那麼久 從來沒有來好消息的辦公室 跟後台看過他們工作 其實這是我們2021開工直播 那天的一個約定 所以我們今天決定 今天的幕後實習呢 就選一個節目來做 目前呢邀請了一個製作單位 他們是願意收你成為他們的新人 你覺得會是哪一個節目 我滿喜歡轉轉的啊 可以轉轉嗎 轉一下 為什麼轉一下 因為不是他 不是他 該不會是他們兩個吧 是 製作人是不是 好消息裡面算職務最大 以單一個節目來說 製作人確實是最大 好 我們先去認識 共享觀點的製作人 共享觀點 Let's go Go 現在這個團隊呢就是 共享觀點的製作單位 真的喔 製作人通常很難相處 我覺得共享觀點製作人 是一位非常非常nice的姐姐 君白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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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欸 小柳 白白姐 歡迎你 有請 超有壓力 超有壓力 帶進去你的位置 真的嗎 我今天在這裡工作的時候 對啊 房間收 但是呢 要認真學習 好不好 這是他今天辦公的工作 對 所以是不是所有成功在座位上 都有自己的名牌 一定要 你媽做好的 喔 哇 救命啊 我也有名牌耶 你看一下 你有名牌 不過通常啊 製作人 除了管這個節目 他還有很多事情要處理 所以今天可能沒辦法 有機會直接帶你 所以他有安排 學姐來帶你 嗨 我就是非常有經驗的學姐 學姐看起來真的是 非常大的學姐 學姐 蕭六 我現在要告訴你 錄影一個很重要的表 叫做 Round Down Round Down Round Down就是指呢 我們要讓所有的工作人員 了解當天的錄影流程 因為我們是 十點開棚 那我們通常在寫Round Down的時候 會有幾個注意的事項 第一個是工作人員 來的時間 對 那我們通常是八點 再來就是九點 九點 九點是什麼 九點是化妝師跟主持人 到場的時間 化妝跟主持人 對 學姐所以換句話說 就是以製作單位 像他今天實習的叫製作單位 對 製作單位要比 開錄前兩小時要到 對 因為我們來 我們要先準備場地 然後很多的擺飾啊 然後我們排好之後 還要再跟燈光確定位置 真的喔 我們就是 攝影棚也是你們複製的 攝影棚的主要的景是 會有負責的搭景班 有搭景班 就是他們會做主要大的場景 對 但是小的陳設是我們 其實你們很累耶 其實我們很累 他們就這樣子帥帥的登場 這樣什麼都不用做 但他們是負責用腦袋啊 這一點我們有帶上去 導播你好 我是 共享觀點的 心同工 所以呢我們做了 下次錄影的這個 這個Round Down 要請導播看一下 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謝謝你 當天錄影的時候呢 可不可以幫我們 把這一集的兩位主持人 拍胖一點 肚子大一點 就是我們就 zoom in他們的肚子啊 然後管他們講什麼 就一直造肚子 就開始非常害怕 學姐剛有講到一個關鍵 不是只是把Round Down 拉出來 要花最多力氣的是 要去寫企劃腳本大哥 對 那因為共享觀點蠻多 都是會討論 就是信仰跟生活相關的問答 所以這個東西得以 要先跟兩位主持人 溝通過才知道 怎麼去把大綱拉出來 對 就是我們通常做節目的時候 我們會跟兩位主持人 約時間 然後可能我們會討論 最近我們想要討論的議題 學姐那我有個不請妳請 因為我們的錄影 聽說有六集嘛對不對 對 那有沒有啟動一集 可以交給我們新人小柳來複責 小柳 你覺得你可以嗎 不行 你不行也要行 那通常我們就是會一次整理完 六集的腳本 有時候快的話是半天 那慢的話其實快要一天 所以妳放心他自己 跟整理腳本大哥 我覺得按照上一行的經驗 應該是掰得出來吧 不管怎麼樣我還掰得出來 我還寫出腳本給他們兩位 他們兩個頂多充其量 只是跟面稿雞兒 學姐好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訂便當 最重要就是有這個 哇 便當秘籍 是 那我們那一天 我們接下來要確定 那一天的工作人員有誰 OK 對 然後人數 還有化妝師 對 所以這樣是三位 然後還有我們的製作曲 就是導播 這麼多人喔 對 然後還有特別就是主持人的部分 就是會跟我們是訂不同的便當 對 我們要對主持人好一點 就是基本禮貌 他就是跟我們吃一樣的 才叫做木澤啊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對他們比較好 是啦 但是因為他們現在 有比較多特殊的需求 不能有特殊需求啊 什麼特殊需求 我們秀給鏡頭看一下 到底有多少工作人員 一四路要這麼多人 這麼多人 好 所以學弟你現在就要想二十一個便當 那你要選幾種口味 我等一下幫我們訂 跟很多澱粉 就要什麼 好 我要 五個雞腿 四個豬排 四個鯛魚 四個鯨魚 四個黃金鯨 總共二十一個 二十一個 對 好 謝謝 拜拜 拜拜 要收據喔 要收據喔 有一點經典品 剛剛的表現 講得很好 要收據 對 耶 剛剛掛掉之前 剛剛那個感覺到 瞬間的開名 怎麼會想到出到自己 對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可能就是有一種 聖靈的提醒吧 model什麼東西最重要 身為時尚的尖端 選衣服最重要 對 這剛剛有 之前有透露過 有一個小環節 對 我把時間交給安婷學姐 沒有問題 我們就是把現場移到這裡 你要不要打開看看 噹噹噹噹噹噹噹 噹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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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從這裡換喔 對 然後我們化妝師就是會幫忙配一下 牧師當天要穿的衣服是什麼 這些衣服真的還好耶 欸 剛還有聽說 芷芸學姐 聽到你說 那個為什麼共享觀點的主持人 都穿得這麼帥 我沒有講這句 我沒有講這句 真的嗎 他們就這樣子帥帥的 帥帥的登場 好 嗨 PD Abraham 身為一個幕後工作人員 來您一起立下 打扮那麼帥是要幹什麼 欸 今天穿這麼帥 就是要帥過他們兩個 欸 很期待我今天的錄影 可以好好的照顧他們 不過你兩位好陪伴快到了 他到之前我們開錄前 也要先花點時間 跟他們RAID一下本 基本上要告訴一下 他們今天的流程是什麼 而且今天不是有一集 是你的創作 對 嗨 學弟 早啊 早 在錄影前呢 我們也是要做一件事情 讓兩個主持人可以清醒 就是泡咖啡 哇 還有泡茶 泡果寶茶 整人哥喝咖啡 溫華哥喝茶 沒錯 然後呢 我等一下一定要在咖啡裡面 這兩個主持人 他們愛喝冰的 所以呢 我們可能就是到一半熱的 咖啡的時候 我們就是要加冰塊進去 製作單位角色來說啊 就是熟知主持人的喜好 是不是也是你們的工作之一 沒錯 而且有時候他們 突然來一個變化 比如說就是 他們今天想喝熱的 所以如果他等一下要帶他們 他們突然突然想喝熱 他是不是要下來重弄 對 真的喔 牧師我們等一下要錄的是 雅各這個系列這樣 然後這邊有些我們上次討論過 可能會講的內容 欸 主持人 主持人 然後 我幫他們 你知道我喜歡喝的嗎 對 今天幫你弄的是 飛加絕飛 飛加絕飛 然後你的是南非國寶茶 沒有咖啡因的 你怎麼知道我不能夠喝咖啡因 做一個專業的員工 一定要先問好主持人一下 好香喔 對啊 上次我們有寫了一些 對 就是我們要提到的內容 對 然後我們等一下開錄之前 會跟牧師對一下說 我們等一下可能先講哪一些點 對 或者是他今天想要特別強調的是哪一些部分 這是你整理的嗎 這... 我跟你講這次真的是超認真 因為你看這上面有紅字 對 還是像重點都已經沒有紅字 對 是... 這樣子啦 你要不要跟他換個位置 是怎樣 整理的這麼好 就直接跟他對談吧 就開始非常害怕 那牧師有沒有特別想要提到的哪一些點的內容 我對雅各非常有感覺 因為我記憶雅各是 他是老二的 我也是老二的 對 然後雅各心機很重 你也是心機很重 這個等一下可以講嗎 雅各奪了長子的名分 你也... 我們一直在外面拍這些外景節目 就很羨慕你們兩個坐在這邊 然後呢什麼事都不用做 然後就一直講一直講 就落在一集 其實我覺得這是這個Grid TV的節目當中的多元性 其實棚內 當然就是棚內的一個呈現 然後他在這個燈光下面的這樣 所以他必須要有這個高規格 其實能夠出去外面 真的也只有某一些特質的人才能夠 真的是這樣帶出這種一個氛圍 像他出去外面就不行 學姐 這就是我們要發的便當對不對 對 就是我們那天訂的便當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把便當放到 我們的保鮮盒裡面 為什麼便當放保鮮盒 這樣他們等一下錄影下來的時候 便當還會有溫度這樣子 對 而且我們要分類 對 等一下我們就要介紹我們的口味 然後讓他們可以選 一條 這裡就是我們通常錄影的舒嬅間這樣子 對 今天助理還多幫你們做了一個工作 對 就還幫你們配了今天你們要穿的服裝 對 不可以 不可以 挑衣服是需要眼光的你知道嗎 對 所以他們就覺得我在這一方面 特別有神的恩賜 不是 我們這個節目 是一個比較知性的 知性的節目 對 配這一套的意思 所以我今天為你們挑了這一套 我覺得這 我跟你講 這要共MAN的人才可以穿這種 對 我覺得這非常適合文華牧師 共產觀點的錄影 需要多層次的搭配 對 他要幫你們配了一支 對 因為我們共產都是要在穿襯衫 對 我覺得外面再配一些 亮色系的 然後整整可以配這個花襯衫 我覺得這樣非常的好 那我就花襯衫就好了 對 花襯衫 然後就這樣空的樣子 對 然後幫你抹一些嬰兒幽 你看 你看 有沒有 我覺得非常的好耶 說到服裝 你現在要讓專業的來 我們的竹化石 來講評一下 來 這一套原本就是其實 就是訓證幕式的衣服 然後這一套其實也是訓證的 在訓證 但是基本上就是 穩的都是好看的 沒有... 其實這樣搭其實OK的 OK喔 對... 因為亮色系搭也是OK的 OK 下班下班 拜拜 自從你來之後 我們好像感覺稍微延後了 兩個開始 什麼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太厲害了 我打從心裡佩服 尤其最後一集錄到那種 覺得我在旁邊很想喊 但不行的那種感覺 不是不過你今天表現好不好 不只是兩位好朋友說了算 還有你的製作人 來 白白姐 你等一下要打一個分數 對啊 今天其實真的要給 劉曉俊的舞台99分 前置開始準備 他們非常的認真 對 我們看到雖然他是第一天 已經表現了超水準 而且重點是態度 這位新人是算合格的 合格 可以接受入用的意思 好 牧師那最後就我們slogan 今天不講理 今天來實習 好 今天不講理 今天來實習 實習電視台員工 大成功 劉曉俊 是今天不講理的結語 對不起 今天一整天下來你知道嗎 一個節目的產生 需要很多很多的準備 從前置作業 還要當天的錄影 一整天很早就來 到最後把整個節目錄完 其實我們看到一個節目的產生 全部不是因為我們這些主持人 而是因為幕後很多的工作人員 付上了代價 透過這個節目也要希望大家 可以繼續的支持好消息電視台 繼續的幫我們加油 讓我們可以為上帝 做出更好的節目 來祝福大家 今天不講理 今天來實習 上帝祝福你